本次夏令营围绕中国传统文化 开展集中的音乐 书法 舞蹈等才艺课程教学 坚持余教余乐 承办方负责人介绍 希望本次活动可以帮助更多华侨子女 学习汉语和了解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 这次特别从重庆来了13位 这个功底非常深厚的老师 他们来教授各种中华文化的科目 我来主要是做一个中华文化的传承的工作 国家办法这样的一个工程叫做希望工程 也叫做留根工程 活动现场 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副领事樊晓东 向四位营员授旗宣布正式开营 他表示 相信夏令营一定会培育出更多传播中家友谊的使者 吸引更多华裔青少年 投入到建设两国友好事业中来 为中家关系的发展 注入新的血液和活力 通过这种吸引的方式 我想这些在海外出生的孩子 对于祖籍国的文化会有进一步的了解 对于增加他们和祖籍国之间的向心力 联系力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妈妈爸爸告诉我 中文以后会变成世界通用的语言 来自18所温哥华本地中文学校 共计200多名学生参加此次夏令营活动 凤凰卫视 李元坡 苏一恒 温哥华报导 非常重要的作用 大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